我 五二 五二 阿姨睡了吧 睡了 我呢 工作有點辛苦 所以找你補充點能量吧 我還有這個能力呢 你能力多着呢 别说话 让我睡十分钟 睡着了 外面睡觉啊 容易着凉 我送你回去吧 陈理生 你知道你还有一个 独一无二的能力吗 什么能力 扫兴 哦 伯儿 以后工作上 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开口 我对我的工作能力啊 还是很有自信的 我正在建立 姜伯儿独特的工作风格 可是我不想成为工作奴 所以 你能帮我吗 能 我怎么不能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为了酬谢你 就再休息一会吧 好 好 请慢点 你把 公司立会 搬舒芭去啦 对呀 我觉得在会议室开会 也太闷了 还不如换个环境 吃吃喝喝多开心啊 这个时候啊 越是要拉拢文字 不是谁能帮我啊 不 这是你的风格 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 你能把工作 搬到公司以外的地方 就知道你帮不上忙 你的家怎么弄 你 我就是想 想给爸擦擦手 用不着你家好心 陈领生 你给我放开他 他不是货枝 你跟我出来 跟我过来 过 你明明就是情宿 你在这儿装什么货枝啊你 你放开我 喊什么呀 什么 他明明就是情宿 你还要装着火质 假好心过来看网吧 江聪 我真的是想来照顾爸 你看看你 你都瘦了 肯定累坏了 你放心 这儿有我 我可以照顾爸 江家的事以后跟你没关系 我虽然答应了货枝 离婚的事情可以暂缓 但是不代表 你就是回权的有点 你明白吗 今后我不要再来吧 江聪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以后绝对不干涉你 只要你让我留在身边行不行 秦苏你够了 我哥到现在的日子 才跟你离婚就是因为大度 你竟然还有脸来求他 这是我跟你哥的事 跟你没关系 我告诉你秦苏 你所有的事都跟我有关系 你竟然一分钱都拿不到 就滚出姜家 我告诉你 我不会离婚的 姜尊 姜尊我不离婚 秦苏你别跟着装疯卖闪 你别跟着装疯卖闪 小植 小植你怎么了 他不是货质 他是秦苏 姜波 我告诉你姜波 你吃我干吗 你喊了 走吧 跟我走 你偷瞄 喝点水 思考 你太难救了 还留在腰里 能罢了 我 courageous 不记得你 不用拿什么 没错 什么时候的事 他们分手 大概有半年了吧 不过哥 陈凌生可是亲口 跟我发誓了 他对霍迟 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可不能因为这个 就不让我跟他在一起啊 我的婚姻已经 到了这般田地 还有什么资格去管你 真的 那现在该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霍迟的 三年前的车祸 你还记得吗 我知久的我 只是我现在才知道 天哪 怪不得你一直要 跟秦英苏离婚 哥 那你岂不是太委屈了 所以你知道 我要让他离婚 我麻烦你 千万不要再去结外 甚至找他妈妈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刚才看他那个样子 我也不想去招惹他了 不过哥 你说 我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他跟陈离婚 或 听我啊 如果你真的爱陈离婚 不要去谈究他的过去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没错 霍迟就是我的乱生妹妹 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萧雅 你也是一早就知道了 是不是 就在我一直猜测 你到底是秦英苏离婚 获知的时候 你们什么都知道了 是不是 为什么一直瞒着我 陈离婚你差不多得了 那是人家姐妹俩的事 凭什么告诉你啊 再说了 你现在跟江波尔 打得火热 获知的事 已经跟你彻底没关系了 陈离婚 那你看在霍迟的份上 你帮我劝劝摩尔吧 叫他不要让江村 跟我离婚行不行 这怎么可能 我是说真的 真的 真的 像波尔那么喜欢你 你说什么 他一定会听的 这样吧 你如果帮我的话 我带你找霍迟 结束 找霍迟 他在哪儿 他不是离开秦岛的吗 没有离开 他一直都在这儿 你该回家了 我找人送你回去 我说的是真的 他一直都在秦岛 他在秦岛什么地方 陈离生 你快走吧 霍迟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就告诉江波尔 霍迟在秦岛 陈离生 陈离生 秦苏 你安的什么心 你明知道霍迟不想见陈离生 你还要告诉他霍迟在哪儿 你怎么知道霍迟不想见 也许霍迟还喜欢陈离生呢 我这是在帮他们呀 你怎么这么自私 霍迟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姐姐 她找了二十多年的亲人 有你这样的还不如没有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伤害霍迟 我不会放过你 霍迟 我 小芝 你来得正好 你姐也不知道怎么了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怎么敲门都不出来 我听霍迟说了 说江波尔跟我姐 在医院大吵了一架 之后我姐的情绪 就不太稳定 所以我过来看看 怎么又是这个江波尔啊 江波尔就是不肯放过英素 小植啊 你要不然 你再去跟江村说说 让他管管江波儿 江村这会儿 也就能听你跟他说几句了 上次我跟他说 我就已经觉得 很对不起他了 这一次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妈 你别瞧他 我沦落到这种地步 最开心的人就是他了 姐 你说什么呢 难道不是吗 江村终于找到理由 跟我离婚 你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姐 你怎么能那么说 我跟江村呢 你们背着我做过什么 你心里清楚 你敢说你对江村没有东西 你敢说你告诉他 我跟孩子的事 不就是为了让他 给我离婚吗 一个素人 江村说得没错 你根本就是无药可救 明明都是自己做错了 还要来到别人的头上 你终于承认了 你跟江家人一样 你就是想叫唤我 我没有 霍迟 你走 我不想再看见你 要不是你是我姐 我才不会管你 我才不用你管 就算我死 我也不用你们可怜我 林素 小植啊 你可千万别听 你姐胡说八道啊 她 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你说 她回不回就身不正常了 她 她 她该怎么办呢 降 BIG 张靖 几乎 传书 来 你orte 睡着了 睡着了 我给你拿了点夜宵 我看你这 你不是放手给伯儿了吗 前几天我状态太差了 可我哪舍得 就这么放手 毕竟我们五星级宾馆 这个项目是爸的心愿 我今天看了一下 现在这个项目进展 有些问题 我准备明天回趟公司 办办伯儿 谢天谢地啊 你终于想明白了 伯儿确实很努力 但毕竟经验太少了 我看他也有点吃不消了 好 明天早晨你到这儿来接我 你就回家睡吧 你在这儿你也伸不开腿 谁知道我心里踏实 回吧 早休息 好 怎么回事 这会议不是上星期订好的吗 人呢 人 怎么回事 人呢 那个江小姐说 她把会议地点 改到她的书吧了 说想让气 气氛稍微轻松一点 改地方也没人告诉我们呀 我也不知道 马上就过了怎么办啊 把她立刻来见火 这谁啊 都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我一直在纳闷 起因素的厚脸皮 到底是随了谁 现在我知道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沐儿 你来公司干嘛 大闹吗 你这么闹出去 丢我们江家的人 对你们母女俩有好处吗 不是 沐儿 我是来找江村的 我刚去了趟医院 大夫说 她今天在公司 所以我就来碰碰运气 碰运气啊 你们勤家母女的运气 已经没有了 之前勤诉 嫁给我哥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运气 既然运气没了 还挣扎什么呀 还不如痛痛快快地 跟我哥离婚呢 我哥不想见你 你走吧 如果没有赶车钱的话 我可以给你 行行 我走 记得告诉秦英素 如果现在离婚的话 她还可以拿到赡养费 要是再这么死缠烂打 她一分钱都拿不到 哥 说了多少遍了 不许对长辈没有礼貌 他算我哪门子长辈啊哥 之前你不让我去找秦英素的 麻烦 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 我多说两句还不行 妈 既然来了 上去喝杯茶 哥 去你的办公室等着我 一会儿有事问你 赶紧走 走吧 妈 这儿有一份离婚协议书 你看一下 里面房子车子 还有赡养费 如果秦英素能够给掉她 大手大脚的习惯 今后应该没问题 我了解你 姜村 你对秦素从来就没得说 跟我就更不用讲了 是我家秦素对不住 我还给你买了一份养老保险 你要不要过目一下 我让方秘书给您拿过来 不用了 不用了 姜村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妈 如果是一般的事情 我都可以原谅她 请你原谅我 我不能养你老了 姜村 你是个好女婿 是妈没这个福分 那我送你吧 不用麻烦了 你以后也不用惦记我了 你就好好地 过你的日子吧 我看看 我看这儿 嗯 你 先出去吧 好的 来 你别走 坐下有事了 是谁允许你 把开会的地点改了的 我觉得 在公司里开会吧 太闷了 我就想到舒芭呢 气氛也好也轻松 吃吃喝喝 会就开完了 这胡闹 什么叫吃吃喝喝 这是开会你知道吗 我们上海的这个项目 不是儿戏 如果泄露了商业经历 你来负责吗 你怎么进了公司这么久 还这么不长进呢 我怎么不长进了 融资会议的这件事情 我一直很认真地在负责 我长这么大 都没有这么认真地 做一件事情 不是你让方秘书 让我来负责的吗 我只不是改了一个地点而已 你至于这么生气吗 出去 如果你想做的话 你自己做好了 出去 我不知道爸 当时怎么会选你来公司 来 开好队啊 来 开好队啊 来 开好队啊 跟上 嗯 快走啊 嗯 来 小心啊 慢点 松松跟上 嗯 嗯 好 妈 妈 你來怎麼不提前打開電話呀 這兒這麼遠 媽沒事 媽就是想來看看你 小植 你就是在這裡長大的 孩子 你受苦了 媽 馮院長他們都對我挺好的 過去的就人和過去吧 別想太多 都是媽對不起你 你姐現在這個樣 也許就是老天爺對我的報應 媽 你別這麼說 姐呢 也許只是一時想不開 等她想通了就好了 再說了 姐怎麼說也是當媽的人呢 就算為了孩子 她也會堅持的 但願吧 小植啊 你說你姐這麼說你 你很惦記著她 再怎麼說她也是我姐 不過有一句話 我是真心希望她跟江村離婚 這不管是對我姐 還是對江村來說 都是一種解脫 這媽也知道 可是她應訴她 她就是不願意呀 今天媽本來去找江村 想替她求求情的 可 怎麼了媽 你媽媽說 媽活到這麼大的年紀 雖然沒有什麼本事吧 可也從來沒讓一個小丫頭 罵得這麼難聽過 媽也想明白了 你姐的事 媽也不想再管了 我想管也管不了了 江波爾她罵你 你憑什麼呀 再怎麼說你也是她的長輩 她罵得對 我算什麼長輩呀 我在她眼裡 我就跟英宿一樣 就是靠他們江家養的 兩個廢物 媽 她是她你是你 她憑什麼罵你呀 我直接找她去 小植 算了 說到底 也是咱們躲不住江家 還有什麼好說的 小植 媽來找你 就想跟你說 媽 你姐的事 你就別再管 你送的已經靠多了 媽 不管事情 結果會怎麼樣 你放心 都有我呢 我不會丟下你跟姐 不管的 我的好孩子 媽活到這麼大的年紀 雖然沒有什麼本事吧 可也從來沒讓一個小丫頭 媽得這麼難聽過 江熊今天身體有些不舒服 在家裡休息呢 江熊今天身體有些不舒服 在家裡休息呢 我先生說 我知道他不想見我 但我找他有事 馬姐你能幫我叫一下他嗎 我先生病了 有點發燒 那個在醫院熬的 這不 我正想給他送藥上去呢 那我給他送吧 啊 要是他生氣的話 我就說自己偷偷溜上去的 跟你沒關係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說你跟先生好好的 怎麼會 謝謝你啊馬姐 那我先送上去 你醒了 我是不是燒糊塗的 馬姐啊 地方秘書打個電話 讓他找個大夫來 明天給我打一針腿繞針 退了哨就好了 來 來 藥給你吃了 喝水 慢點 你 不 這不是我嗎 怎麼擦淚這麼仔細啊 怎麼擦淚這麼仔細啊 這不是我嗎 这个 这些资料都能翻出来 这简直就是一个福尔摩斯 不过还好他不知道陈领生的事 不然姜布尔还不杀了我 你醒了 我睡了多久啊 你啊 都快昏睡了两天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都是在医院累的吧 你说医院有护工 家里有我 你使唤谁不行啊 非得要自己过去 我自己照顾爸 我放心 好 来 测下体温 还烧着呢 取点药吧 这些日子别管我了 你这些日子照顾我 别把身体拖垮了 我没事 英素来过了 他照顾了你一天一夜 秦英素来了 刚才我睡醒的时候 起来一看他人不在了 可能是走了吧 你确定是秦英素吗 那还能是谁呀 不过说来也奇怪啊 英素好像跟以前 又不一样了 是吗 嗯 你先休息啊 去吧 来了 英素回来了 我看到家里的冰箱空了 我就赶紧去超市 买了些吃的 我放这儿了 我还以为你 你走了呢 我现在准备走了 啊 江村退伤了吗 哦 嗯 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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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啊 你昨天晚上发烧三十九度多 我都快吓死了 你要是再严重一点的话 我就该送你去咽咽血了 嗨 给 好像还是有点热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吗 没事 烧降下来了 三十六度 那我就放心了 嗯 我先走了啊 回去上课吧 唉 我送你 一天 你行吗 走吧 这哪像要离婚的样子啊 马杰跟我说 前一速会来看我 我就在想会不会是你 我知道 你不会路过来看我 更不会特地来找我 说吧 什么事情 本来有事 现在没事了 为什么 我 我觉得人不能太自私了 本来我是想帮我姐 可看到你生命的时候 我觉得我突然想明白了 其实离婚 对你和我姐都是一种解脱 如果再这样耗下去的话 你们两个都会垮掉的 别这么想 其实这些我早都明白 只是我不愿意去面对罢了 谢谢你 胡志 谢我什么 我这么想不代表我姐会这么做 你也知道她很固执 而且她可能太爱你了 或许你可以帮我另外一个忙 什么 假扮情愫 陪我去民政局离婚 你 你开玩笑了吧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你们长得一模一样 你能假扮她留在江家 也可以假扮她 和我去民政局离婚 只要能拿到她的身份证 就难以 你看你吓得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说真的呢 好久都没笑一笑 让她不一样 不是紧索 不会害人 这是你们最大的区别 是 何止来过了 何止是来过了啊 给老爷子擦身子洗衣服 还给那洗手间消毒一遍 你们说的是姜太太吧 现在像她这样经济照顾病人的人 真的是太少了 我倒希望她是姜太太 少废话忙你的事去 对了 这个王律师给你打电话 完了你没接啊 然后打到我这儿来了 好像是有什么事找你 我一会儿去一趟 好 您找我是因为离婚的事吧 不是 还有另外一件事我得通知你 早上我收到一份医院开的证明 说老爷子身体状况堪忧 是 鉴于现在情况特殊 我这里有一份委托书 先交给你内部公布一下 什么委托书 老爷子得病之前 通过我这边出过一份委托书 这份文件是交代 一旦老爷子不能打理公司业务 将有委托人全权打理公司一切事务 怎么从来没听爸说过 博尔知道这件事吗 我爸现在公布的话 博尔心理会接受不了 江存 你听我说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 江氏地产公司委托人不是你 是江博尔 我认识石 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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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 我什么都day 河南 我看得懂那儿 刘奇 江财 江财 那儿 你不需要 收藏 这只想 até 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老爷子再糊涂 也不会把公司 交给姜博儿 肯定有人在里边 暗中躲鬼 咱们现在就该搞清楚 谁在里边暗中躲鬼 你 你不能跟姜博儿 撕破脸 你知道吗 笑着给我 干吗 给我 干吗 你现在不能自暴自弃啊 你去哪啊 我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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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安排了 我安排了 你的鼻子 你不能这么小 我来自我 找一那个声音 你不听我们的玩意 要是吗 在你自己她 这样的玩意 Brendan 我也是 我其实在你 好年 大家不要忘记了 快点快点快点 来 获志 快点快点快点 方秘书 你怎么来了 姜村在吗 姜村不在呀 他昨天送我回来之后 就没见过了 那他能去哪儿呢 出什么事了吗 姜家的事我不能乱说 现在能跟姜村 说心里话的人 只有你跟我们吧 既然他不在这儿 那我先走吧 等等 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吧 走 他肯定就在体育馆里面 一生气就来体育馆发现 你我还了解他 我怎么都没想到 听他来这儿呢 你好 你刚刚看到 有人在这儿训练吗 你说姜总啊 他刚走一个多小时 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累死人不成命啊这是 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他不会想不开吧 想不开开车的话 哎呀 他有路怒症呢 你知道吧 这我还真不知道 我现在还真想不到 他能去哪儿啊 那这样吧 你按你了解的姜村去找 我按我了解的姜村去找 然后咱俩分头找 说不定一会儿就找上了 好 就这样 走走走走 老爷子得病之前 通过我这边出过一份委托书 这份文件是交代 一旦老爷子不能打理公司业务 将有委托人全权打理公司一切的事 将是地产委托人不是你 是姜博儿 我硬着俩 Maybe ii 我太太你了 我很想你 家里还是有你在的时候好 我怕为什么这么对待我 我好想你 没错 没错 我又是来高八状 我其实从你走了一趟 江家连和江家的样子都没用 我觉得很冷 我不认为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 他该去等博儿 他可以不爱我 可是我一直都很努力 我开公司 我辛苦地工作 我就是希望 我就是希望 他能够认可我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 长得真好看 你像你妈妈 对 从小大家都这么说 我妈也常这么说 我听方秘书说了 你还好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到大爸对我都是这样 别人都说 他对我的眼里是因为我是江家的独子 说我今后要继承江家的事业 所以他对我 爱之深恨之欠 可让我感觉不到 我心里清楚我每次看到的眼神 他的眼睛里昨日 好像带着一丝怒哭 还有一丝怀疑 你 怎么会呢 你会不会太明拐了呢 我在你心里知道 他从来没有像我疼过二一样疼过我 所以我从小就很叛逆 我让他生气 即便他打我骂我 可就在那些时候我才能看 我在他心里 我在他心里 他 还像是个儿子 那你这些话我为什么不跟他说呢 说来别用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 后来我就把一切的经济放在工作上 我就是希望得到他的任何 可我没想到 是这种结果 我觉得你像不要那么早的下结论 天底下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呢 我想等爸 醒过来之后 你当面问他 现在不要否定他 也不要否定 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给妈上炷香吧 来 妈 我们来看你了 他会知道 你刚才叫他什么 我 我 绝望 你 我们 有个 是 觉得 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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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这 像是 有多 一 酒店 我哥经常住的地方 所有的朋友 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哥这是能去哪儿呢 怎么样 你哥有没有朋友啊 也许到朋友那儿 借酒消愁呢 我哥的朋友 基本上都在国外 国内没有什么朋友 没有朋友 你哥也够可怜的 连个朋友都没有 你说这个王律师 也真是的 偏偏这个时候 把委托叔拿出来 给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给你准备又能怎样 你敢告诉 你哥委托叔的事儿 我不敢说 你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 过两天的融资会议 资料虽然你一直在看 但是你哥不在 可是要做提案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怎么可能准备好呀 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是仰仗着我哥的 没他我可怎么办呀 不行 我必须要赶紧找到他 就算你哥回来 他要生气不愿意去呢 你总得想个办法呀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你还有我呢 我参加过几次竞标 也参加过几次融资会议 没吃过猪肉 我见过猪跑啊 你说这些不短于白说吗 我总比你强吧 从现在开始 我以一个专业人士的头脑 替你恶武功克 真的 如果全世界你不相信我 你还能相信谁啊 陈李生 就是要没看错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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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鸡箭我记不过你 踢球你还不行 你那人犯规了 我怎么犯规了 你来你来你来 来来来来 我爱啊 我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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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伤 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 笑得灿烂 哭得夸张 你是的傲 柏儿 来看看这个 有什么好夸张 我们都有一个安全感的人 有什么好夸张 擦擦汉吧 给 水 还有水呢 热死我了 慢点喝 我得好好谢谢你 你让我淋漓尽致地 出了一身抽饭 那走吧 吃饭去吧 我哪好意思 在蹭人家服务院的饭 行了 叫你去你就去 孩子们都等着你呢 是吗 那行 腐败一把 走 来 姜叔叔 球虽然输了 那饭咱们还得吃啊 谢谢叔叔 有客气 怎么了 姜叔叔 姜叔叔是不认识的 犯了吗 老师平常都怎么告诉你们的 有鱼第一 比赛第二 爸 多吃饭 她不认识的 我这怎么说得可不好 怎么放现在还好似的 太老土了 老土才是经典哪 你懂片啊 好 懂得 房叔叔 怎么了 姜叔叔是霍老师的男朋友吗 你听说过这个 童话美人鱼的故事吗 姜叔叔和霍老师 就是美人鱼公主和王子 霍老师不是鱼 鱼是人来吃的